感谢大家的信任当了官 我上一次的当官是在1985年 当了杭州的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但是这个两个官在我看来本质上都差不多 都是要有一种担当的精神 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然后把大家团结起来 但我确实从来没当过上回会长 昨天我们选出来的是几位副会长 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就开了个会 这个会上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 确实浙江企业家眼光独到 看法也完全不一样 这一晚上我也学习了很多 对未来我们这三总会的工作 也有一些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尤其我们秘书长 政局长这个秘书长的能力 大家也都知道一直为浙商呼喊 为中国民营企业呼喊 所以呢我相信浙商总会有四年 大家的信任团结和支持会搞得更好 刚才我坐在下面听 学识了很多也记了很多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这个我以前是当老师的 我一直觉得知识分子很了不起 你要当老师有知识 当科学家都很了不起 当商人总觉得被人看不起 但我现在觉得呢 我深以为傲做企业家 做商人 因为商人这个东西不是学校里能培养出来 商人也不是这国家政府能够训练出来 说我培养多少个企业家出来 这个是很难的 商人纯粹是靠自己这个市场的把握 独特的眼光听播的能力打出来 商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我个人一定坚持的认为 商人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这个我以前在公司内部讨论战略的时候 一些MBA别人经常讲 我们这个战略战略方法不对啊 不可以规模化 不可以复制化 我个人觉得战略是不能复制的 任何能被复制的东西都是复制品 真正不能不复制的都是艺术品 就像我们这种脸长成这个样子 那叫做艺术品 对吧 这个人家美容做出来的 那是复制品 那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 企业的战略更是这样 所以我最觉得每个企业家 你要把自己的企业 把自己的产品 把自己的服务打造成一种艺术品 无人可以复制 无人可以超越 只有你自己可以超越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走得久 才能走得远 企业家另外一个很难的 就是知行合一 你知道的其实很容易 学知识啊 这世界很容易 但把知道的东西 把它做出来 并且做出来的东西 要别人喜欢 是多么的难 所以知行合一 是企业家非常难做到的东西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要尊重这个社会 稀缺的资源 那就是我们 这个社会上的企业家 我也觉得小时 我们都有梦想 说你将来想当什么 当科学家很了不起 当老师很了不起 当解放就很 好像没人敢说 我要当老板 好的 当老板很丢人似的 我希望我们今后在座的人 对我们自己的孩子 如果他相当老板的话 多给他一些冒险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生活都已经被移动互联网 一网打尽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低投足 2015年底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 全球网民人数逼近40亿 中国手机网民达7.8亿 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交易规模为16.4万亿 增长22.7% 2015年双十一天猫实现交易额 912.17亿元 其中无限交易额为626亿元 占比高达68.67%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购物有淘宝 旅游有协程 出行有滴滴 本地消费有美团 郊游有微信 我们成就了无数的互联网大亨 但你希望互联网也成就你吗 如果能让您有机会借助网络 在您玩手机或电脑的同时 玩出一份不错的收入 您想要吗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还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 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等着你 投资是你要对 我们现在很多人买股票 从来不问人家 连这个公司做什么生意 他都不知道 反正听说张山说要涨 他就去买了 那不死吗 肯定要死的 投资你要研究多少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互联网 大家哎呀互联网 互联网今天 蚕颜狗穿的也就BAT 有多少互联网企业 今天也不赚钱 今天在街上去看看 多少互联网企业 是靠讲购式 卖PE卖市值的 日子也不好过 是只是充脸而已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 千万不要对立 中国无论是实体经济 还是虚拟经济 都是婴幼而起 都是很粗糙期 中国有几个真正投资大师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中国虚持都还是初级阶段 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来走 所以我觉得中国三十年 已经很幸运 平稳高速的发展了三十年 未来的三十年 是你量本事的时候 也就是前三十年 你练出来的毅力 能力 团队 这整套 在这个时候 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所以我们国家 在经济建设的政府和企业里面 缺了大批经济 这个的储备 这个的准备是需要时间的 而在座我们 以及我们未来的年轻人们 可能为这个社会 你今天做准备正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也看到实体怪虚拟 虚拟怪实体 失败者总在怪别人 成功的人总在怪自己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相信你也是一个有梦想 不甘于平凡的人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 梁腾教练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有想过通过一部手机 就可以创业赚钱吗 我们已经帮助了很多八年后 九年后 还有五十多岁的网忙大姐 甚至还有残疾人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买房买车 实现了有钱有闲的生活 如果你也渴望成功 请记下我的微信 19718976 19718976 朋友 了解不会失去什么 但拒绝了解 可能会错失良机 谢谢 哎呀我怎么没把握这个呢 哎呀当时我讲这个话就没听见了 哎呀我儿子跟我说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呢 这些都会成功 但是说哎呀你们这把我搞翻掉了 那个把我弄贪了 这些都没出现 我看了无数的 所有成功者都在检查自己 所有失败者都是别人的错 一会儿怪政府 反正就像我们打奥尔夫球一样 对不对 不行了怪天怪地怪改制不好 怪球筒走路太小 反正我们都会管 都不会有出现 所以我们自己还得检查自己 不断的反思 不断的反省 别人成功的去欣赏别人 学会欣赏 即使别人失败 不要觉得人家很愚蠢 我告诉大家 几乎所有的企业 犯的错误 百分之九十的人 重复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错 你们去思考一下 天下其实没有那么愚蠢的人 人与人之间相差真不多 只是你会不会反省 你会不会欣赏 你会不会熬一熬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呢是跟大家 这个讲 好企业都是诞生在坏时代 我想讲一个 英国和美国在200年以前竞争 航运是很典型的 英国的船 那时候是垄断了整个海运 美国来了一个竞争 没多少年 美国就把英国给打败掉 你知道为什么打败 欧洲人 英国人不敢冒险 美国人敢冒险 欧洲人一看 风不对 今天要大浪 我就不出去了 美国人招样出去 从那个世纪上 美国人22个月 船行到广州贩卖茶叶 那几乎是路上是各种各样的风浪 美国人是有风浪也上 没风浪 除非觉得大判断才不上 最后他们吃的是 雨水加熏鱼吃吃饭 省下了点钱 让每一公斤茶叶 少了五分钱 正因为少了这五分钱 完全开始打抢下了这个市场 敢不敢冒风险 敢不敢迎接挑战 敢不敢改掉 昨天自己觉得很对的东西 这是我们今天要